開心到教室學提示能 有翻滾 有跳躍 甚至會增加更多技巧性動作 但上課中教練得不斷提醒 在我在做動作的時候 不要亂跑 你們剛剛都表現得很好 畢竟家長把寶貝孩子 放心交給教練 就怕在沒看見的地方受了傷 因此業者在招聘時 也得更加謹慎評估 喜歡小朋友嘛 對小朋友有熱忱 那第二個的部分 就是我剛剛講的 有些會合法的專業的體操成長 想當教練真的不容易 最基本需具備提示能C級證照 課程總共兩天16小時 包含學科提示能解剖學 運動訓練方法 提示能檢測等等 還有數科穩定姿勢 運動課程安排架構 個人教練動作指導方法 但即便有了專業證照 還得每週開會 確定每位教練上課時 都確實落實分級指導 就怕孩子受了傷 我們就要讓教練了解到 就是各層級 各班別的程度是需要怎麼去指導 比如說三到五歲 我們就會有一個分級的程度嘛 然後再來就是五到六歲 然後六到十歲 後續就是他們會有技巧性 比較高的一些 體操的一些技巧難度 不同以往如今這項行業 流動率也越來越大 因為風險確實很高 而且不管多資深的教練 一開始都得從助教擋起 最短兩個月的訓練 確定沒問題才能開班授課 手伸子用力往前伸 畢竟小小舉動 都可能造成孩子受傷 因此教練得多點耐心及鼓勵 因為每一位學生都是家長 蓬在手心的寶貝 TVBS新聞 炎恩神言聖范郭穎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